我在戲裡面叫孟晶晶 那是一個用很多行星去 希望自己內心很偷視的一個千金小姐 然後我在戲裡面的名字叫愛心 然後是一個完全不武裝自己的人 就是我把任何的心事都寫在臉上 我愛錢 然後我喜歡吃免費的東西 然後任何免費的事情我都很開心 然後這一輩子我要賺大錢 就是一個很赤裸裸的人 然後很像你身邊的一些 我覺得現在的女性越來越多像這樣的人 然後我覺得這樣的角色還蠻開心的事 我覺得我可以赤裸裸演出很多 現在女性心目中的一些 有些人還是會把這些事情藏在心裡面 但是嘴巴還是會說我不愛錢 我不想要怎麼樣什麼的 但是我覺得可以勇於表達自己 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 我們是 什麼季 嗯 什麼季 你是從大學到畢業後 然後到工作的一路成長的好朋友 我覺得不是較勁 而是互相的幫助 就是互相的丟東西 然後真的完全投入在 就是兩個人的那個友情裡 因為其實真的很少戲會去 琢磨在兩個女生之間的友情 對 然後所以我們剛剛講的那個罵 其實是阿嬤的罵 就是我們到 我們可以一輩子到老 滿臉作文的時候還是好朋友 其實我覺得每個女生的身邊 都一定會有一個至兩個 甚至到五 六個都有的很好的朋友 然後我覺得到時候 大家看這部戲的時候 可能會一邊看一邊說 對 我跟我朋友也是這樣 對 一定會有很多這樣的共鳴 或者是說就是有一些被遺忘的朋友 都可以心裡有一個衝動 很想要把他們找回來 再找回來 畢竟今天是第三天見面 我們唯一相似的地方是雙語座 我覺得我們在戲裡面 因為我在戲裡頭 是一個比較冷一點的角色 然後愛情是一個很熱的角色 那我自己跟椰蓉相處 我覺得其實現生活中 也有一點是這樣 可是我是非常需要的 就是比較熱一點的環境 我自己在生活中 就是還蠻嚴肅的 兩人在戲中是好朋友 會不會搶同一個男朋友的情況出現 我覺得在現實生活中 很容易出現這樣的狀況 那其實我們這部戲裡面 也會有這樣的狀況 那當遇到這種情形的時候 兩個好朋友該怎麼辦 搶的是誰啊 啊 搶的是誰 搶的是誰 搶的是一個帥哥 幸運的是我到現在 還沒有遇到這種狀況 所以我覺得還蠻期待 這部戲裡面 在戲裡面遇到這個狀況的時候 我會怎麼辦 我該怎麼辦 我一開始的時候 接到角色就是金金 那因為是我剛剛佩華姐 是第一次合作 所以其實會去試兩個角色 原因是因為她想要 就是更直接的 就是讓我自己知道 其實我自己的一些 個人的特質 是符合金金這個角色 我覺得愛情其實非常的重要 還有要挖針給自己跳 然後 呃 其實 我不知道欸 就是那個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說 一個對比 就是 我比較 我覺得 如果是詮釋 像愛情的那個角色 其實我覺得 對我個人來說是 我覺得有那個 那個生日上面的男性 那個其實那個角色 其實對我們個人是蠻會的 那金金當然也有她的一個挑戰 就是 即使她是一個比較冷的角色 可是又要用 呃 就是 比較 比較直接的一些情緒去表現 所以 過去表明 所以剛剛說談到愛情比較重要 現實生活中愛情資源 有幫助到角色上 沒有 沒有 沒有幫助 沒有就 戲裡 因為現在就是 女朋友要談感情 然後戲裡的男朋友也要談感情 所以我現在是想要專心 但是 其實我兩個都想試試看欸 因為其實我覺得她的角色 也是有難度 因為她是在 很多時候 她是 命無表情的狀況下 但是要演出很多情緒 因為她是一個 很多事情都放在心裡面的千金 可是你要讓 觀眾可以看到這個千金 很多情緒的變化 我覺得其實還蠻困難的 然後這三次跟彩結相處啊 我覺得她是一個 其實一個蠻內斂的人 太內傷的人 對啊 所以我覺得 她這角色應該可以詮釋的很好 會不會擔心被定性 喔不會不會 因為那 這個角色是那個的十倍 嗯 更加的斤斤計較跟愛情 所以 可是我覺得觀眾都知道說 這是演戲啦 就是現實生活中 其實 我雖然也愛錢 但是沒有愛到那個地步 但是 其實我覺得 愛錢是一回事 可是你要怎麼花錢 又是另外一回事 那彩結現在的感情中 況應該算蠻穩定的吧 沒有 現在沒有 沒有個人這一塊 我現在完全不是夢想 所以跟導演還好嗎 哈哈 跟導演就是朋友啊 對 那有計劃就是 越帶幾年或是跨年怎麼過嗎 兩個是再戲一次過 不行 哇 你的長相好良家淑女 可是你的問題都好犀利喔 哈哈 謝謝 謝謝